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做干杯 那么MV里头描述了大家 在童年时候还有这个 今年的时候有非常无限的梦想 还有很多想要成就的一些愿望 这样的一个歌 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点阅率是破了四千万人次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怕病 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非常快乐乐活 走一个长远的路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领你到 下一个更快乐的阶段 继续看我们的节目 你就会感觉到 人生可以无极限 获利也可以无限抛 不要错过今晚的内容了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好 这边是我们的在职区 还在努力怕病 第二是我们资深分析师敏宽 欢迎 清姨好 大家好 网红分析师老王 欢迎 大家好 这是说书的YouTuber Niko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好 我们这边是已经 很快乐的乐退区 第一位是我们的 现在叫做旅游作家老黑 欢迎 大家好 第二是我们的牙医作家李伟文 欢迎 我们有个欢迎 好 我们今天真的是在帕边区 还有这个乐活退休 也当然你可以选择是 一边工作一边很努力 平衡的生活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你怎么认为呢 因为现在大家感觉到 现在整个行情虽然很好 但是现在进入一个 低负利率的一个时代 那么也包括我们看到了 现在呢 老年化的人口越来越多 日本现在出现一个名词 叫做下流老人 可能平均100个老人 有35个老人必须要工作到死的那一天 如果你不继续工作的话 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变从这里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下滑 沉沦 你们会担心吗 请举牌好不好 你会担心你自己或身边的人 有一天真的可能变成下流老人 3比2 不会 不会 不会担心 这肉活躯嘛 年轻人不会担心 青春正好 无限 你们两个是干嘛 你们在担心什么 你们两个下流老人 其他人怎么活 亮一下今天戴的表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把最近全 因为当分析师 我们会去全世界收集各地的资料 跟各地的一个数据 我提供一些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目前日本发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日本他们发现他们老年的犯罪率 现在居然比青少年的犯罪率还要更高 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他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 日本现在他们也发现到 他们的老年的尿布卖得比 儿童尿布还要更多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小孩出生的很少 但是老年人持续在增加当中 我们再举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深深有很大的一个体会 我本人有做一些小小的志工的活动 有时候是老年人的 有时候是青少年的 最近台湾的卫福部他们有谈论到 就是说到目前台湾的所谓的老人化 他的整个架构已经到接近崩盘的一个地步 会出现一个现象 到了2025年之后 台湾每年会以8000人到1万人的失智人口 开始逐步逐步往上升 先跟各位报告 如果有失智的老人 是不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去帮助他 去照顾他 那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薪资 你没有足够的薪资 请外劳来帮忙 是不是家里面就要有一个儿女或者是一个媳妇 要来陪这位老人 所以就现在的一个架构的话 我认为对于老年人的问题的话 我们不是说悲观 但是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个素质 让我们这个地方对未来是比较担心的 你刚刚居然也是举 对 因为我是站在多广大的民众的立场思考 优国优民就丢了 对 没错 因为我们投资 所以为什么分析师这时候很重要 因为我教你分析 我要引用我的大前辈 我们瑞士近代陶东 最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前放银行定存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形容了现在全球的低利率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主要国家 现金国家发行的债券 都还有负利率的出现 负利率还在抢购 代表现在要找到一个安稳的投资标的 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时候各位 你应该善用你的投资标的 你还找一个有联系 有复习滚存的 不然的话你单单地傻傻 像我们以前说把银行存在定存 这样子去滚息 其实会无法cover你的退休过后的生活 所以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下流老人 所以要特别 定存1% 通膨2%马上就被吃掉了 年轻的Neko 你刚刚说不会 你会担心 因为我是没有想到其他人 我单纯只是考虑我自己会不会 就是这样 没有像两位这么矫情 我看到两个举牌 我想说我是不是举错了 因为我是从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考虑自己的退休生活 我根本还没 大学 我还没工作我就在想退休 因为我就是不想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 简单的理财规划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钱放银行一定是死路一条 对 我妈又把我的 观念很正确 所有的红包都拿去投资股票 又失利 所以我就觉得 一定要用失利 失利 一定要自己来 所以我从有一点储蓄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在做一些 额外的投资规划跟布局 所以我不太担心这块 OK 好朋友来看一下给大家做个测验 因为讲到这个退休金 第一个大家想到是比较稳的 缴了这么多钱 每个月代缴费的 劳保跟劳退 到底可以帮你 攒到足够的退休金吗 几个观念跟大家Q&A一下 现场测验一下 第一个 劳保跟劳退 谁有破产的疑虑呢 来宾请作答 劳保跟劳退 谁有破产的疑虑 劳保有破产 劳保 都有啊 我不知道 老闆好诚实 我都知道 劉文哥也是猜的吗 不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就劳保 劳退为什么没有 因为退休个人的账户 你除了我找 你都 寄的账户 漂亮 非常是个人账户 自己扣的 寄的钱就在那边 不会破产 劳保是个大水库 大家交钱去 年纪比较大的 领的比较多 年轻人就很担心 第一题就是劳保 会有破产疑虑 第二题 领完年金之后再工作 年金开始领之后 你再回去职场 你的年金会不会被扣 不会 不知道 我真的诚实了 好喜欢你 好诚实 真的是乐福 红尘俗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他也不关心这件事情 我劳保已经领完了 都花光了 你不是领年金 你一次提领 我一次提领 为什么你担心 破产 也没什么 我当时心思就是对我来讲 没什么差别 OK 第二题 劳保觉得说明是 你如果重返工作 不会扣解你的年金 雇主因为是用劳退金制 还是要继续帮你提领 退休的个人账户 还是要继续帮你提领劳退金 好 所以不用担心 可以继续工作 第三个 劳保年金领到八十岁 就会停发吗 你活太久就没有年金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多字 不会 活多久领多久 不会 不会 一致通过 不会 漂亮 年金就是可以 活越久领越久 最近很多人先领就是怕破产 结果还没破就开始后悔了 好 那下一题 第四题 年金改革会不会让年轻人领不到劳保 会不会年轻人领不到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参加这个劳保 就觉得怕自己领不到 不会 不会 有可能 你看看 不会 所以我们证明这里面最年轻的就是他 他是年轻人 你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未来是很难说 很难说 那你们觉得 他要做年金改革 就是希望能够让制度变好 变得比较完善 如果年金改革 还让年轻人领不到劳保 那干嘛要年金改革 好 其实这个答案分成两个 官方答案 劳动部表示 劳保的财务状况 每三年金算一次 所以年轻人是不可能领不到的 但是年轻人觉得说 现在就准备200亿根本不够 因为这个估算的基础 在劳保年金的报酬率必须是3% 如果操作绩效烂一点 这改革可能要再修一修了 好不好 这年轻人觉得有可能 但劳保局觉得说 目前这答案是 年轻人还是可以领得到的 我们这题我们觉得 都要继续看下去了 真的是有点难说 好 第五个 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们今天在这边把它讲清楚 如果你有债务在身 你是欠钱的 你的债主 可不可以给银行 假扣押你的劳退金 你的劳退金会不会被扣押 好不好 劳退金存在你的个人账户里头 但是你有债主 你欠钱会不会被扣押 会扣押 不会扣押 不会扣押 不会 不会 我好想 我很喜欢问老黑 为什么不会 我不知道 我就是 我就是要尝试猜的 尝试 不会被扣押 大部分都觉得不会 只有敏寬觉得会 因为刚好这个案例 我在之前有帮 有去查过 也有帮一些人去回答过 按照正常程序 如果你有欠人家钱 他来对你行使假扣押的 整个权利跟义务之后 你在银行里面有钱 特别是老保基金拨进来 他可以从里面扣款 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上面是有压力的 你说我这笔钱我不能够被扣啊 特别是你老了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了解你的权利跟义务了 那这时候的权利义务要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台湾银行 去下载特殊的表格 特殊表格来申请完之后 台银会去跟你的关键银行 去做一个申请 你那个账户就被封住了 其他的不管是你欠人钱 或者是欠银行钱 欠公司钱 欠信用卡钱 他就不能够来封存你的劳退金了 OK 好 这个答案其实还蛮正确 所以这题答案其实是会被扣押的 如果你有债务在身 你是会被扣押的 除非你是先申请开一个专户 刚刚讲这样的一个填表格的方式 才可以保障你这笔钱 不被这个债务人给扣押到 债权人给扣押到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劳保劳退 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这个相当于要先来弄清楚 你还有多少退休缺口 要你自己来补租 劳保劳退的差异性 我们请李宽帮大家来分析 刚才有跟各位报告 劳保跟劳退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劳保可能会破产的原因就在于 它是共同账户 什么叫共同账户 我们现场来宾这么多人 包括了摄影师大哥等等的 我们所有的劳保基金 都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大水池 那大水池怎么呢 它有水流出去的时候 有水流进来的时候 你每个月你的钱被扣掉的时候 就是水钱流进来的时候 可是如果说领的人很多 那我问各位大水池会不会被领完 会 就有可能会被领完 所以目前的基金来源就是 投保薪资的10% 包括了雇主 劳工跟政府 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7年后 2026年它会破产 好快 等一下绩效的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各位谈 我们后面有一张绩效表 会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但是劳退不是 劳退是你每一个人 你有一个专属于你的账户 这个账户跟刚才劳保不一样 刚才我们有跟各位报告 劳保是一个大水库 大家都是绑在一起的 但是劳退的话 它是个人的账户制 个人的账户制简单的来说就是 你提多少 未来你就可以领多少回来 而且你活得越久 你领着就越多 所以最重要的 心灵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这当中 雇主提缴薪资的6% 劳工也可自提 自提 你也可以提 也可以不提 也可以提到6% 会不会破产 我们刚好跟各位报告 因为它是专制户 它就不会破产 目前平均的一个绩效 大概是在2.8%左右 其实看起来都不错 因为都比定层好 我们实际来看一下 劳保跟劳退的绩效 目前来看的话 先跟各位报告 它目前劳保基金的一个绩效的话 2014到2018年 它是正的2.84% 2016到2018的话 是正的3.15% 去年比较差 去年比较差 去年是minus的 那今年呢 今年刚好遇到 全世界股市的大多头 那股市大多头的过程当中 劳保基金先跟各位报告 他们不会去买奇奇怪怪的股票 他们的做的投资 一定都是那种 开大门走大路 大型的一个公司 包括像大型的食品股 大型的台积电 或者是大型的金融股等等 所以今年的绩效非常非常好 今年的绩效有正的9.47% 这个是到目前非常好的一个绩效 蛮好的 那这是劳保 劳退也差不多 我上次要到8月左右 是说8% 是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说这个劳退自体 户主帮你提6% 那可能HR都会叫你贴 你自己要不要自体 要提多少 那很多人说 哎呀 干嘛要提啊 自己钱又变少 看不到 觉得心情不好 所以很多人是选择不要自体 台湾自体的比率 其实只有三成多 到底该不该自体呢 老王 就我蛮心有气息验的 因为我十几年前 还在工作在苹果日报的时候 那个就是那一张HR那张纸 我以我的个性 你十岁就在工作啦 我十岁 我有那么年轻吗 哎呦 你怎么爱说笑 格力老师 爱说笑 我跟你讲 那一张纸我是写铁铃趴 没错 因为我不自体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找到怎样 更好的标的 以我这个冲锋个性当然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用社会一样 我们优国优民 以多数的人来 你要思考 你领出去的那个利息 因为各位看这有个重点 它有两年期 如果你是领出来的话 你有两年期的定存 最低保证收益 那你自己去算一下 两年期的定存 如果你自己的投资报酬率 没有这么好的话 就劝你全部6%全部去提领了 还有很多好处 我们像这个 至少有1%多 至少有1%多 没错 自领退休金 可以从当年度的重所税 全部扣 没睡 而且这很重要 是有些人 他的所得税扣脚 我们是有算基层的吗 如果你算一算 你就刚好差那一点点 就跳一个阶层了 5%跳11% 你可能就会垂心肝了 所以这时候 你不如就把一些 就丢到这个 就自提多一点 然后就可以全数扣除 那在这个 第二个的话 自提退休金 其实是不用手续费 然后不用管理费的 最重要的这个在这里 我们刚才一直 来宾有讨论过 你的劳退的这个账户 是没有破产问题的 因为它是属于自己的 劳退账户 等于是什么 自己的自我储蓄性质 而且这个好处就是 其实年轻人有时候爱花钱 像我们也有做过 网购那一集 大家很爱刷手 那如果你可以把 提点6%存下去的话 那未来都是你的资产 OK OK 谢老龙 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 没有破产的问题 先稳住 然后这个 如果你不是这样投资高手的话 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会花钱 投资又常失败的话 其实劳退自体6% 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考虑 另外我们请Neko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现场最年轻的是Neko Neko 你有没有退休金的规划 你目前是全职的YouTuber 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的愿望 就是当YouTuber 所以你从小听奶奶讲股票 靠富邦金跟鸿海 存到第一桶金 那个时候我买富邦金的时候 刚好是股灾 就是那个时候金融海啸 大家都不敢买金融物 可是我奶奶从小就跟我讲 金融就是银行 钱都在银行里 然后我就想说 没道理 钱都在那里 然后会一直跌下去 所以趁它便宜的时候我就买 就像百货公司大跳楼一样 我就买很多 就放着 鸿海刚好也是那个时候 也不太好 我也买了一 两张就放着 结果刚好鸿海 富邦金后来就变龙头了 然后我就卖掉 鸿海我也是后来 到一百多块的时候我也就卖掉 所以中间的价差 就刚好让我赚到第一桶金 不错 就是运气很好 不过这上面没有写的是 鸿海后来掉下来也就 我就卡在这里 你有获利了解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在 我现在还看好它后面还有一波 你还有存股 美金的储蓄显3.5% 所以你其实蛮多样的 股票存股 美金储蓄显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在做工作的时候 我就有觉得我不想要做 一直都在做工作 做工作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 上班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不过还好的是我钱东家 他分红蛮多的 所以能够让我快速地 达到我想要的财务自由 我原本预计是35岁的时候 达到财务自由 刚好YouTuber有做 做起来一点点小有成绩 让我快速一点达到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即便 你的财富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的数字叫自由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成功 跟生活需求是不一样的 就如果你今天是想要 山珍海味 鲍鱼 然后每天都花大钱 名牌包 像这边 这边 对 我是没有办法 我看起来就要再吃了 这边 我是没有办法这样 但是 缴一个简单的房租 然后让我三餐不愁吃 不愁穿 我可以跟男朋友 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然后不用担心这些开销 每天就是乖乖地做我的影片 然后跟粉丝互动 这样子的生活是 所以因为可以透露吗 月收入多少 你觉得是可以维持 你现在生活开销 月收入目前大概是4万左右 也不错了 因为年纪很轻 就是跟我平常上班的日子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如果做起来 就更不值了 OK 还有投资在帮你这个钱滚钱 好 谢谢Neko 我们现场大家作答一下好不好 你觉得要存多少退休金 是可以退休的 嗯 因为现在台湾有个调查 六成民众坦言 现在退休金是存不到300万的 那通膨的压力真的是很大很大 好 大家写下 我们先进广告 回头来揭晓大家的答案 好 每个人都知道存退休金 但你知道到时要多少的数字才够吗 特别刚讲到通膨压力很大 你知道每年用2%通膨来算 现在的牛肉面肉是一碗100块 40年后的牛肉面 这碗一样的牛肉面 你现在二十几岁再存 40年后它变成220块钱 贵了2.2倍 通膨压力这么大 要存多少钱 好 请秀出你们的答案 要多少钱 因人而异 老黑这边是1200万 如果一个月5万的话 如果一个月5万的话 抓5%的年汇报率 对 1200万 5%就是60万 对 60万除以12个月就是刚好 OK 好 你说要如果投资的话 你有5%的汇报率 对 所以就是不识本的话 可以1200万 5%的一个 但你如果一个月要花10万块的话 你就需要2400万 这是你的标准吗 这是当时我用的一种方式 OK 你说我的标准是说 你不然是应该多个零吧 反正前面这个大家控个自己填 这个伟文哥是 600 正负500 所以这是 因为看个人条件 因为有些时候你有没有房子 就是1100或是100 对 就可以 差这么多 就看你有没有房子 你退休金 月退有多少钱 100万可以退休 你身材不好 如果你身体很好 本身又房子 又有每个月月退又不少 其实就不一定要很多钱 但如果说你身体又不好 然后你基本又没有什么保险 也没什么退休金 要多一点 所以落差很大 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现场最少 100万就可以退休了 听了好振奋 100万低桶金就可以退休了 但前天是没有房贷压力 身体很健康 有保险 好 这边 这边 1000万 300万 5万 5万跟他一样 你没有写到多少钱 没有多少 就是跟我跟敏宽哥一样 就是你要有车有房 然后你 一个月还要5万 因为你一个 玛丽雅大概3万块 你可以请个玛丽雅 然后另外2万块自己可以 你请玛丽雅不用吃饭 2万块 你到底会算 5万里面还有3万给玛丽雅 对啊 就找个人来赔啊 300万就可以 我先跟各位报告 对退休的这个观念呢 现在很多人就想说 哎呦 我又没有钱可以收 我又没有房子可以收租金 我又没有那么多的存款 我老了要怎么办 先跟各位报告 人的生活是流动式的 流动式的过程当中就是 人最困难的是你永远无法判读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很多的恐惧会在你的脑海里面 我刚刚写这个 有房有车300万 这个300万的架构是什么 你是说已经没有房贷 也没有车贷了 有房有车 然后当然房子怎么住 车子怎么开 这个看人 那先决条件是 因为你有所谓的被动型收入嘛 你可能有我的劳退啊 有你的劳保啊 可能一个月又可以加个一两万块 然后你的身体状况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例如说刚才老网友谈论到一个问题 台湾其实现在有个非常辛苦的状况是 人在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 根据卫福部的一个报告是 你要卧病四到六年耶 那这四到六年你要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担心的是那一块 那这一边的话 可能就要用保险来做cover 那保险的部分的话 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谈 但是就如果说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可以去做再做一点事 做做志工啊 或者说去到处去旅游啊 我认为其实有房有车 三百万加上你有的劳保劳退 节省一点轻松一点的过日子 我认为这样对大家的压力才不会太大 听到三百万一百万 大家觉得这个心情应该开心很多 所以重点是你到底劳保劳退有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 因为这是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得到的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退休金的试算表 这一张是小明25岁进职场三万五 工作四十年之后 月薪有十一万八百三十九元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想问要民宽是每年调薪三% 对 这有可能发生在咱们台湾吗 现在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 台湾的薪资其实是长久一直都很少调 因为低薪已经成为了 全国的一个共同的现象 但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退休金的试算 这个试算是由国内的知名杂志所做的 当然这个不拉不拉不拉写下来之后 它就有所谓的 劳保跟劳退 然后我们现在来简单地说就是说 如果现在来家的话 退休后如果说劳保没有倒的话 在很好的情况之下 小民每个月可以领劳保加劳退 那劳保的话 月领可以领两万八千三百九十六元 劳退一个月可以领一万八千三百九 八千三百三十九元 加起来就有四万六千七百多块 但是先跟各位报告 这个是很好的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 是每年3%成长出来的 而且是也劳退自提6%的 对这个就是在很完美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如果说大家要去想要 未来老了之后 退休之后能够过最好更好的一个日子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 在年轻的时候多储蓄 辛苦一点 少花一点钱 把多的一点钱 拟到整个退休的一个账户去 这样对未来应该是比较好的 好谢谢米宽 如果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几句 可能劳保最多是四万八千五百块来算的话 差不多您可以领到这个 劳保这边可能差不多是两万多 劳退的话一般来讲可能是 如果自提的话一万多 你有三万多出头就算是不错了 是的 这个高标不要这么乐观地看待 所以如果你有三万 你要五万的话 自己补两万就够了 两万感觉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是的 但你要请玛丽亚这个就 压力又大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想过什么样的乐活的退休生活呢 先来看亚洲的退休调查 大家喜欢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 第一名就是台湾是旅游度假 这个其实来看从中国 像马来西亚 这个新加坡 大家都是旅游度假最多 第二个是干嘛 我们台湾人喜欢投入个人的兴趣跟爱好 这其实蛮重要的 退休之后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 很多人是急着想退休 但不知道退休要干嘛 我要做很多事情 做什么 有的人会问到 讲不太出来 那么另外就是跟亲朋好友 共度一个愉快的时光 那其实我们看看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第一个旅游其实我们今天现场 这乐活区的两位行男大叔 都做得蛮彻底的 先来看到老黑 好 老黑今年 你真的已经快要六十大寿了吗 小心一点 他都穿一白了 全都六十大 你也就死在上面 我很亲爱 因为我看过他十几年前 在工作的照片 说实在你现在比以前年轻很多 其实 真的 你那时候还有点 喝酒喝得比较多 啤酒度 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 都有这个特质 你是45岁就退休 大家非常惊讶 你当时是外资石油大中华区的 业务总经理 位居高薪 45岁正值可以打拼 赚更多的时候你退休 现在是作家跟街头艺员 你的生活一开始是背包客旅行 后来是邮轮旅行 一年平均在海上100天 已经去了70几个国家 环游世界两次 哇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不够 感觉才刚开始 来 你们环游世界几次了 没有 他们在股票世界里面 还了很多次了 还不够 那你会 因为你这个年纪退休 大家还在赚钱 而且40岁到50岁 累积财富高峰期 你会觉得有点可惜少赚的吗 有失必有得 有得必有失 有些人就是看说你少赚的钱 那我看的就是我多赚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一点都不后悔 OK 我觉得45岁退休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英明的一个决定 哇 好浪 40岁退休 因为现在平均余力很长 代表你存了很多的钱才敢退休吗 那倒不一定 那真的是不一定 对 我十几年前退休的时候 我当然有一笔储蓄 然后有公司给我一笔退休金 对 我相信够我自己养活我自己几年的时间没问题了 那我也愿意过一个简单不素的生活 那我用5%的年回报率 我认为说 起码短期之内不要碰到什么通货膨胀太厉害了 或什么金融风暴或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 养活自己跟老婆应该还可以 那至于说长长久久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真的没有 我只是想挣个机会 给我自己一个不同的人生的道路 好棒好勇敢的决定 其实5%蛮容易的 0050就已经6% 7%也有 现在四几年没有了 中华店 SEP500有10%吗 你可能也有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怎么样做你的理财配置 这边 40岁之前一塌糊涂 对 叫做一败涂地 怎么会你是壳牌公司总经理 40岁之前 我就是一个小上班族 我第一次做投资理财的时候 是刚好民国78年 台湖股第一次上万点 你们太年轻肯了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 我那时候是 听爷爷讲过 对 干嘛 那时候是 几乎是全台湾的人都在买股票 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讲 可是我不懂股票 最后那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叫 谷友社的东西 我刚刚听过谷友社 有 你就是拿钱交给股票老师去操作 然后我就拿了 好像拿五万块钱给他吧 几个月就五万块就变八万块 然后就再 再 再投进去 然后不到半年 股票老师就跑了 我就血本无归 然后又隔两年 我就投资了红元 你真的很资深 全台最大吸金案 红元的结果你也知道 红元就倒了 然后隔了几年 我就打算结婚了 就准备要买房子 我就跑到戏子去买了一个预售屋 有房子还没盖好 就跑到林肯大俊岛 你知道林肯大俊岛 他就在戏子吗 所以那房子后来我就断 我就卖掉 然后就被公司给派到国外去 回来 回来那年刚好四十岁也存了一点钱 然后就跑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 他问你说怎么投资啊 他问你现在应该要投最现在最亨的纳什达克 我就把大部分的投资放到纳什达克 然后不出一年就网路泡沫 然后又隔一年就放到911 这就是我四十岁前所有的投资理财经验 可是你在五年后就退休了 之前这么惨 我觉得这就是我好处 就是说因为我失败经验全部都在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讲我现在回头想的话 其实是我还赔得起的时候 而且我从这些失败经验里面 学到两个教训 如果投资不是赌博 你就是要长期投资 然后分散风险 所以我接下来五六年时间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重新定位找到对的方法 我就抓5%到6% 5%到6% 然后外币定存 平均大概有3%到4%中间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 这有7%这有6% 对十几年前 有那时候很高 对 然后月配息为主的债券基金 对后来就慢慢转到这个地方来 反正都是很保守稳健的 而且你不要忘了我中医还经历了2008 经历了2012 可是你真的把时间给拉长的话 5%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我这种理财白痴都做得到 不需要各位专家 这样子都可以很快的让人生重回轨道 然后很快的退休 而且今天我觉得大家看这份 你一个月只花一小时 看你的资金穿好 就是我说你长期投资分散风险 你何必一天到晚精英粗粗的呢 你就 我每个月就看一次那个报表就是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是你的旅行的一些片段 冰山之一角 你去过太多地方了 就是人问我说最有感触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我真的讲不出来 等我说最有感触我觉得是印度了 那我去过印度三次 其实我第一次去 我是落荒而逃 我点受不了那个国家 它就很贫穷很脏乱 然后那个文营的恶臭让人家受不了 可是等到我第二次再去 是我发觉到说 他们过的是这么贫穷的生活 可是走在印度街头的人是会笑的 走在台湾街头的人很少人在笑 你们注意到 其实他们的生活快乐指数是比我们还高的 他们这么贫穷 这么这样子的环境 结果他们的生活还过得比我们快乐 所以我从那次之后我就开始研究 就是说 发觉到说他们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 然后他们也不会为了钱 为了利 就 有些事情是比金钱更重要 因为追求这么多就是为了快乐 你看到他们就会发觉到说 钱不是人生所有的东西 好 回来之后就更觉得退休心很够了 你很喜欢游轮旅游 这是夫人 我第一趟游轮是2013年就6年前 第一趟游轮就是105天的环游世界 第一次就环游世界 可以请问老师这样花了多少钱吗 那一趟 105天 105天 那一趟的话一个人大概 七八十万台币吧 一个人 七八十万 105天 两个人去就160万了 是 七八十 可是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去很多地方 其实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贵 我刚回来的这场50天 是从日本一路到澳洲的这个 50天下来平均一天一个人大概 4000块台币吧 一天4000啊 对 所以 20万 一个人20万 不到还不到20万 50多天 50多天 OK 因为他平常有这个被动收入 他算过都够嘛 这是旅游的基金也在你的退休经济 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一个很大笔的支出 其实刚退休的时候 我是没有那能力就一天到晚去 去在外面 后来我是退下来 我刚退的时候我是在北京 然后在北京住了几年之后 北京房价涨起来 对 我刚才他把北京房子卖了 我就把房子也卖了 然后跑到 发大财的地方 对 我没有回我老家台北 因为台北更贵嘛 我就跑到高雄去买那个房子 剩余的钱就够 环游世界很多趟了 OK 好 这是你离开职场之后的生活 玩身材多好 运动街头艺人攀岩 写作斜杠中年人生 好精彩 我觉得刚刚已经有人讲到 就是你人生下巴探 你不管你是要吃喝玩乐也好 你是要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首先第一个 你要把身体给搞好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身体看起来真的比现在要差很多 十一年我就不断的运动健身 然后你才能够去做 比方说我喜欢弹吉他唱歌 我就跑去高雄当街头艺人了 然后我喜欢写作我就开始写了 这我曾经问过你 你有一次在当唱歌的时候 唱两小时赚多少钱 四十块 四十块钱 还是很快乐 还是有一个妈妈带个小女孩 走到我前面来 指着我说 你不好好捏书以后就会成全 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 因为我唱的英文老歌 这边又黑黑的 他大概以为我是外国人 太夸张了 其实他很快乐 对 OK 那你下一个目的地想去哪里 你说旅行吗 下一个目的地 明年两趟邮轮旅行我已经定好了 定好了 2月有一趟是从 就是亚洲绕一圈 一路到欧洲也绕大半圈 这要多久 55天吧 老黑老师请问你 对很多做旅游的人 他们都想说 像你这种比较长期的旅游 你买那种early bird 扫鸟价 是不是会有比较便宜的价格 会 但是最便宜的不是early bird 是labor 就是你最后一个 清仓价 因为刚好有人就是说 就是上船前几天 临时有事把他退房的 那就是last minute deal 其实那才是最便宜的 那个会差到多少 那有时候十分之一的价钱都一 一招 可是你那个人就是你要去买那个 你就要有比较有时间 你要顺便排开 说走就走 哪里便宜 你连那个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 随时就走那个一天 大家每天都打包好了 我是没有这么做了 所以出去外没有我们想象中花那么多钱 没有想象中花那么多钱 好棒好棒 Enjoy 谢谢老黑 谢谢老黑 我们接下来来问人家伟文哥 你看看两位的年龄都是看不出来 因为乐活 没有那么多压力是写在脸上的 两张是活得很开心的 好经历牙医作家荒野保护协会的这个荣誉理事长 最喜欢的头衔是爸爸 很温暖的感觉 你投资经历是除续险 股票年报酬率是5到8% 你们两个蛮像的 不要包手一点 你自己对退休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其实我很早就在准备 准备的原因是说 我认为不应该是所谓到某个点 然后真的退休 我觉得应该是 从生命中任何一个时间都应该要有享受生命的时间 也要有努力工作的时间 也要有贡献社会的时间 都要有 所以要平衡 所以我大概三十几岁开始 我大概每一个礼拜 大概上班只有两三天 其他时间都在当志工 一礼拜上班两三天 你是医生 三十几岁 因为 她的工作是永远 因为有专业可以一直持续做的 大概我们工作的好处 就是时间可以调配 只要我们不想赚太多钱 生活简单 基本上是时间可以调配 但是因为我从小都 当志工 所以我觉得 当志工 然后跟很多朋友一起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没有什么退休金的 或什么的焦虑 因为是医生的工作 比较高薪 对 大概可以这样讲 但是 当然 医生工作当然说高薪 但是因为一般来讲 因为工作时间很长 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 只要生活简单 其实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想 就像你喝一杯咖啡 二三十块 可以 两三百块也可以 看你怎么去看待 两位都讲一个重点 生活简单 你觉得是以前花比较多钱 还是退休后花比较多钱 其实 我觉得都是一样 因为我 比如说我自己都是 衣服穿破才会换 所以有时候高中的衣服还在穿 因为这样衣服很难穿破 这个我们在说自己身材很好 高中的衣服都可以穿 请换你高中的衣服 我能穿 或者高中外套 高中的运动服都还在穿 穿了三 四十年都还可以穿 或者说鞋子穿破才会换 所以基本上这些开销都很少 所以我觉得 生活看你怎么去看待它 所以赚钱也是一样 所以如何把你的时间 用在自己真的在乎的东西 像最重要的 很棒 其实我自己人生作物名 也是一路玩到瓜 我希望可以一直玩 健康身体跟钱到准备好 两位也是一样 你的作物名是 一生玩不够 你真的很爱玩 你成立登山读书会 还有荒野協会 你的想法是 其实荒野保护協会 是花我最多时间 因为大概我刚提到 三十多岁开始 我大概一个礼拜只上班两三天 其他三 四天 四 五天 都是在荒野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 全国性组织 所以要全台湾很多地方办训练 办调查 办活动 所以基本上都不在家 我觉得对小孩子教育很重要是 因为我很忙 所以没有办法时间陪小孩子 所以我就要找到一个 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就要做很多的研究 来如何用最少时间 来给孩子陪伴的最好的陪伴 或是说跟孩子亲密感也好 孩子能力地培养 所以不知不觉 十几年来变成教养专家 因为就是陪孩子时间很少 所以要找到最有效果的方法 类似这样 所以我觉得 那方法是什么 时间很小怎么样最高效 让孩子感觉到爱 当然有 就是说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跟他有很多心灵的互动 所以你要用很多工具 有生活上的习惯 或是说如果利用上架 利用阅读 利用看电影 利用旅游 跟孩子很多 比较心灵的沟通 我觉得很多父母亲 也许都花很多时间陪孩子 但是大家各做各的事情 滑手机 看电视 看电视 追剧的追剧 打电话 打电话 跟孩子没有互动 那我们也没 就这一层的楼友而已 各做各的 就没有人在屋里 就各做各的事情 所以你好像回家陪孩子 但是这样 你根本不喜欢孩子在烦恼什么 不喜欢孩子在担心什么 我们完全没有机会跟孩子谈 所以如何利用一些工具 生活上可以一起跟他看电影 然后跟他一起旅游 很多情境固执的 跟他很多谈心的机会 所以我想 这也是我这十多年来 我觉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 都在当志工 可是我跟孩子也非常亲密 我觉得 所以我也花很多时间跟演讲 就把这样的经验 跟很多朋友分享 真的没有感触 真的 两位身体都很好 有没有独到的养生方法 其实因为我虽然说 好 身体好奇就是赚到 对 就是差很多了 虽然花在赚钱的时间不多 可是因为我 其他事情太多 就想做的事情太多 所以我还是很忙 没有时间去运动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上健身房 很多朋友会固定去散步 跑步 但是基本上我都没时间 我是用懒人的养生法 懒人 懒人还可以养生 对 当然最简单就是 睡觉时间要对 睡觉时间要对 不一定睡很长 但是时间要对 什么叫睡 11点前要睡 11点前要睡 11点睡 5点起床 是我这些年来的 上一次11点睡 我想不晓得什么 好惨 饮食要对 因为健康饮食很重要 吃简单的 以蔬菜水果为主 要吃就吃全食物 整个食物 我想这些是很简单的饮食方法 当然运动的话 我是利用生活中的间断运动 比如说 比如说 也许原地跑步 看病人空档 空档就可以5分钟3分钟 原地跑步 做腹力领身 深蹲 或是搭捷运的时候就 独角 就是单脚站 训练平衡 所以就用生活中的 健健段段都可以来做运动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所以就用片段 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运动效果 谢谢维文哥 老汉你有什么养生方法吗 你也好健康 旅行的时候 平衡一天都要走到两三万步 根本连想都不要想 旅行就是养生法了 当不旅行的时候 反而我就会 因为旅行很累 所以你会想要说 尽量去保持自己的身体的 能量不要往下掉 每一次一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就 赶快全身秀秀勃勃的 准备就下一趟赶快出去 OK 好 健康就是一生最大的资产 那怎么样健康理财呢 我们先进广告 好 今天节目看到这边 应该对于自己要准备多少 退休金的数字 有一点点概念了吧 那么最重要是有个健康的身体 这个退休之后 可以很乐活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台湾人对退休这件事情 了解有多深呢 这是一个乐退指数 就是你可以乐活退休的指数 来看一下 台湾目前是连续四年都是 不及格的 那么不及格的年龄层 最不及格是哪一段呢 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这边呢 这只有41.8分 为什么会这样 来问一下年轻人代表 年轻人代表 因为赚不到钱啊 这么简单 就赚不到钱 想想这件事情 就是不调心嘛 然后通膨又一直涨 什么都在涨 就只有薪水没有涨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想要当YouTuber 这样子一大串听下来 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退休之后 我们讲退休之后 我们要花时间旅行 然后花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然后花时间跟家人相处 YouTuber这三件事情都办得到 现在就在办到 现在就在办到 旅行型的YouTuber每天都在Vlog 就是在旅行了 然后你花时间做你喜欢做的事 就是那一些事情 玩游乐 开箱 然后最后你剩下的时间 你也可以陪家人 不过我先跟大家讲 做YouTuber这件事情 我也是早上 我也是5点跟11点 只是我是早上5点睡 中午11点起床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过这样子的生活 也是在退休 你干嘛要早上5点才睡 因为剪片 我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来 早上早起再剪 不用 就是一度剪 一直剪 剪到早上5点 回复完厂商的讯息之后 我就去睡觉 11点的时候起来看厂商的讯息 回复讯息 所以是这样子在赚钱的 即便是YouTuber都很辛苦 好 我们来问一下 如果不要这么地 爆肝生活的话 很多人看到现在股市行情 真的觉得蛮兴奋 台股冲了29年新高 但是在高点这时候 很多人看得很心动 怎么样 两位这个股市专家 怎么样用股市行情 来存自己的退休金可以吗 好 我跟大家讲好了 我们刚才聊到 存退休金这件事情 首先你要学会抗通膨这个事情 如果你现在台股 已经来到历史相对的高点 其实不是说不要买股票 而是你在一个相对高点 你要去买股票 你的失败率会比较高 相信两位前辈也大家都有经验 这个时候你应该寻得比较稳定 抗通膨有什么商品最稳定的 就是黄金 相对股市现在在大好的时候 你可以看黄金的价格 其实前天大涨之后 现在是比较持平的 黄金是永远的抗通膨商品 你看过去10年21年 壁纸大胜多少 可是黄金也跟着涨了不少 所以如果你要当准抗通膨 黄金是可以考虑 如果你说我要复利的效果 现在这个价位你觉得还OK 我觉得还OK 我觉得非常OK 因为黄金就是抗通膨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复利的效果 黄金没有复利 黄金是抗通膨 你要复利的话 你可以选择储蓄衔 因为我刚才看到两位前辈 好像也都有储蓄衔的部分 因为储蓄衔 它是白纸黑字 告诉你我的储蓄力的 储蓄滚存就是多少 其实储蓄衔是适合放越长 越久越好的 储蓄滚存 如果真的想要往台股 台股的话 我就是建议 等到有一个比较大的拉回 比如说金融通胞 金融海啸 拉回之后 你再做介入 或是选一些 像食品会涨价 像食品股会跟着通膨涨价 食品股才会比较好选择 投资股票要有耐心 这波没赚到就再等一下 不急 我个人的观点 来到这个地方涨这么高了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很多你认为好的标的物 也都非常贵 但是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去思考 台湾你每个人 你都会把钱放在哪里 你的钱会放在哪里 你钱会大概放几个地方 一个是放银行 另外一个会放保险公司 银行跟保险公司 目前来看的话 相对来说是一个 比较低档的一个选择 然后再来 目前很多的电子股那么贵 对不对 那么金融股当中 其实那些十多块钱的 二十几块钱的 而且公司他们每年的获利 都是还很稳健的 这类的公司也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来到这个点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判读是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前两年如果你有听我说的话 大概我会跟各位报告说 像台积电很不错 西京很不错 这些公司当然很不错 可是先跟各位报告 他们都已经涨一倍以上了 涨高了就是一种错 对 他们都已经涨一倍以上了 不是一种错 是你没有低档布局 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要低档布局 有未来性的一个个股的话 我认为 绩效型好的 包括金控公司 绩效好的 包括银行 这个都不错 但是如果有一些银行 财务不是那么透明的 其他的部分的话 他也不配息给你的 那个就不要列入考虑了 一定要找好的银行 跟好的金控 来做整个投资 会是比较好的方法 OK好 其实不同商品都不同的报酬率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 这个包括定存 这个最差的外币 这个2%3% 也有包括这个储蓄选3%左右 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债券 这些可能有4%到7%等等 那股票呢 你这个人高一胆大的话 股票报酬率可能可以拉得更高 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产品 重点是要财富自由 更像他们一样 心灵自由乐活退休 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财新收入的趴 到这边结束了 下个礼拜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